在接下來我們來說明Cperson這個類別裡頭比大小的這個運算函數operator大於的運算函數的實作 我們這邊先把這個運算函數的宣告給寫起來 operator大於 然後在這邊我們要傳進的是ConstantCperson的參考Aven 我們直接實作在這個類別裡頭 那在實作這個比大小的這個函數的時候我們要去看一下題目的要求 就是首先要比身高 所以就是如果我自己本身的身高h呢 它是大於另外一個人的身高的話 則我們這邊就回傳真 表示說字身比較大 否則呢如果身高一樣的話 我自己本身的h等於等於 他的.h 而且體重 再來是比較體重 所以就是我的體重呢 大於另外一個人的體重的話 那我們這邊一樣是回傳真 表示說字身比較大 在否則呢 如果身高跟體重都一樣的情況 而且呢 編號 我自己本身的編號ID呢 大於另外一個人的ID的話 那同樣這邊就是回傳說我自己本身比較大 所以return true的部分就是表示字身大 那如果都不是的話就return false 表示字身沒有大過於另外一個人 所以這個是比較函數的實作 就這樣看了 我可以看了 不可以看了 我可以看了